哈囉,大家好,我是Jeff at LA Weekly L-A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Jeff at LA Weekly Asia 現在呢,我們在前... 哈囉,大家好,我是Jeff at LA Weekly Asia 現在呢,我們在前往Rancho Fosvertis的路上 今天呢,我想帶大家去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呢 是通往太平洋的絕美海景步道 Oceantral Reserve 另外一個呢 則是我自己秘密的私房夕陽景點 我自己是一個非常喜歡Auto Activity的人 那在LNA其實有非常多的步道 所以在週末的時候呢 我自己很常出去Hiking 或是Camping 或是做一些海上活動 那今天呢,帶大家去的兩個點呢 其實在我心目中 都是L.A.的Top 3 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內容 Let's go 哈囉大家 那我們現在到了Ocean Trail Reserve 那這個Park呢 它Open的時間呢 是在日出前的一個小時 到日落後的一個小時 那這個Trail呢 它有兩個Parting Slots 那一個呢 是在剛剛我們停的地方 另外一個呢 是在Clubhouse的附近 那同時在停在場旁呢 都有附有廁所 還有Water Fountain 所以你不用怕狗渴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是有狗 小孩 狗 朋友的 大家呢 就你要記得帶狗鍊 因為 這邊呢 它是需要你 拉著狗鍊 對了 我有三件事想提醒大家 有三件事千萬不要做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這邊Camping 第二件事情呢 千萬不要打獵 等一下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最後一件事情 請不要在這裡全錄 那在這邊呢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 在山坡上 有非常多的海景豪宅 那 住在山坡上 人們呢 他除了每天可以看到 絕美海景之外呢 他也會聽到很多高爾夫球場 傳出來的匯報聲 現在在我身旁呢 是Trump National Golf Club LA 那這個球場呢 他曾經被評選為 全世界百大球場之一 那 他同時呢 也是由 高爾夫球道團級設計師 TIDA所設計的 那 這個球場呢 他是在2002年的時候 由Donald Trump手錄下 所以他目前是 Under Trump Organization的管轄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 看一下這個球場吧 這個 Clockhouse呢 它有提供帶來的服務以外呢 它也是可以辦婚禮啊 像是特殊的Event 嗯 那 他旁邊呢 也就是這邊的另外一個 Parking Lot 然後他也有廁所 所以想要 現在如果土澤 可以走進去吃飯嗎 現在嗎 應該是可以 只要有信用卡 對 它上面有人 所以沒筆 哈囉 我們是名人 要把它拍起來 我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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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看他穿情侶裝耶 謝謝 那現在在我身後 在雲霧之中的小島呢 就是Catolina Island 那如果大家有用過 MacOS的話 相信大家都知道 有 MacOS Catolina這個版本 那 那個小島呢 它從Long Beach坐船過去 大概是一小時的船程 那 它同時呢 也是El Acre的度假聖地 那之後有機會 如果可以帶大家去的話 我們也會帶大家去看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往下走到 Rancho Palos Verdes Beach 那 你可以從我頭髮看到 這個海風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 再往遠方看呢 你可以看到 整個 Portugiespan 那是Rancho Palos Verdes 地區呢 非常有名的一個 葡萄牙灣 那 在下面呢 我們等一下會大家看一些 在南加海灘會常見的植物 像是 海草啊 或是一些海蟲啊 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走吧 好 那南加收呢 其實 你會看到非常多的海草 那我身後這一片 全部都是海草 各位 這就是 美國的海草 天啊 有夠無敵 超級無敵 我已經有點 魚無倫是想不出話了 各位 超級酷 但超級了 我又直接走出出四圈了一塊 來 來請大家吃海草 哭點吃海草 喔 上菜囉 再次提醒各位 大自然 我們地球只有一個 所以記得 不要把海草抽走 要讓它回歸大自然 好嗎 沒錯 請讓應該回歸大自然 或者回歸大自然 美國的步道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這種 off road 就是它不是 那種鋪好的地 因為像 假設我們在台灣 爬山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有一些 鋪好的步道給你 但是在 美國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是這種 像石子路 我所說的 私房秘密西洋景點 Bethel Park 好 那這個park呢 它也是在 日出前一個小時 跟日落後一個小時 是開放給大家的 那 如果你有狗的話呢 這邊也是要 就記得帶狗臉 不過這個park呢 它沒有廁所 所以如果你想要 來這個park的話 你要先擠著上來吃飯 好 那我們先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絕美夕陽 是什麼樣子吧 好那我們現在到了 Delsa Harrell Park的 製造點啦 然後帶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海景 超級無敵美 這邊最讓我驚訝的就是 我可以看到 天空中很多的顏色 因為我看過一個文章 它寫說 就是 LA維度 還有濕度的一些 combination 讓你在黃昏的時候 可以看到的顏色 會非常非常的毒 嗯 而且我覺得這邊 很適合是 不管是幾個朋友 一起來或者是 自己一個人來 都也 你不要覺得有所謂 因為這邊就是 我覺得你看到這個 廣闊的這個景象的時候 你就會很心曠神怡了 輪到我了嗎 嗯 我覺得這個地方呢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然後 會來這邊 看看這邊的景 然後 紓壓的一個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 嗯 當然 除了你 心情不好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推薦 如果在戀愛中的 伴侶啊 也可以來這邊 因為其實 這邊也是很浪漫的唷 拍攝 現在更好 然後 也更好 有意思 那就是